經濟部有哪些的發展產業的經費 你們去努力的研究 然後去跟他們 他們真的很有錢 其實他們不是不願意支持 只是你提不出一個好的方案來 如果你有好的計畫 他們應該都會支持 而且他們非常有錢 這兩個 我可以拿到 想要問 其實規劃 規劃或是寫作的 寫作上的規劃 大概其實也不足以我們平常去認識一個事務的那種常識 其實也不用想得太複雜 但是五個WA 一個H 就是人事實體五 中文人事實體五 大家還是可以常常放在心上 因為有時候真的會不小心就忘記 但是這樣的原則 它本身就不是只有在報導當中 就會用 才會用到 就是說 我們平常在溝通事情 可不可以 比如說今天請 燕大哥回去 你們剪一個影片來 我說好 那什麼時候可以剪出來 那有這種人事實體五到底 才 我們的溝通 才算是明確的 那今天 我們說 你回去幫忙做一個什麼事情 你說好 然後你說好 就沒有了 這個平常的溝通 或是平常在把事情理解 本來就應該有人事實體 他只是在報導中 我們只是隨時在提醒自己 免得真的有時候會不小心就忘記 有時候看到 的確看到有些很好玩的例子 就是同事在寫E-mail 說我可不可以去拜訪 我們有一個參訪計畫 可不可以去拜訪你們 然後有邀請了誰誰誰 很精彩的專家想要做教育 欸 寫了半天 沒有寫到日期 沒有跟人家說 我們到底什麼時候要去 就是這個平常會忘記 但是我們在平常 要把事情搞清楚 做一個 就是一個人本身 就是有這個sense就OK了 那那個說故事 或是查事情的道理 那個下一次的夢課 可能可以再分享一些 那大家可以基本的想 就是任何的故事 或是我們想要理解任何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最簡單的二元象限 它第一個象限就是 已經知道的東西 第二個象限就是 你還不知道的東西 那你在做這個規劃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說 先把已知的東西把它搞清楚 然後依照你自己的理路 去釐清 已知的現範疇 這個問題 已知的範疇有哪些 已知的事實有哪些 然後你 你覺得 你想要搞清楚 這個事情的進展 到底原貌是什麼 根據這些已知的 查詢到底已知的東西 還有哪些是不知道的 那就是開始去問說 那這個不知道的 可能要去找誰 這個不知道的去找誰來問 等等 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簡單的二分 就是 真的不曉得 從何著手的時候就是現在 那 這也沒有什麼特別的高深的學問 簡單 搞清楚一個事情 大概也是這樣子 那 根據你 你讀的 或是你自己 寫的 讀的 越多 你就越有 對於那個事情的 那個 感受你就越清晰嘛 自然就可以比較有 屬於你自己的 那種 對事情的結構方式出來 那這都是沒有 標準的 方法 其實 當然就是 不斷的 回去 想 然後 想不通 討論 想不通在找資料 這樣子 大概其實 小 小媽在寫 報導的時候 其實是跟 她的習慣是 一直很 平凡的跟編輯交換行李 那就是 我就是 三不五時要講很久的電話 就是 因為都不是很利 都不是很熟悉 這個領域所有的事情 然後遇到一些 呃 批評角度的哪裡啊 或是覺得 不曉得講真實 夠不夠 清楚 這都需要旁人給一些提點 那 有一個 夥伴 幫你 給你一些意見 這是很重要 這是很重要 所以就是 各位如果有興趣 最主要就是 找一個 找一個 忠實讀者 隨時聽一些 回饋 那這樣的 忠實讀者 是 在 幫助你釐清 然後 搞清楚自己有沒有 講清楚這個 程序是 很有幫助 那個 有沒有別的問題 想要問她 還有 那現在最重要 給大家看一下 好 別的方式 好 那邊有一個問題 加爾的 怎麼 就是剛剛有提出 打到一國菜市場 問他們的那個 處理 就是如果這是一個 簡單的問題 的時候 會到跟對方表情記 是記者的身分嗎 或者是說 有沒有遇過 嗯 其他太榜 然後那個記者 他就太疑問 或者是 避而不跟你說 一些什麼 什麼 基本上我都會講 對 只是說 什麼時候講 對對對 什麼時候一開始講 還是講到一半 你覺得 講得好開心喔 然後再講不是記者這樣 因為 對 對